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是一场心灵的交锋 就像飞银无惧泪迹 用一双翅膀 开一天拨云 守着一份执着 勇敢前行 我们的青春 不负那些美好的光景 我们的信念 终将融化剑影的寒冰 我们的事业 能找出世界千平转行 我们的启程 能看到 金色的光影 我们一口价 八千万 事后还要百分之五的回报 八千万 最多给你百分之三 我想查一下账户余额 783125 肖飞 您的账户金额为 应该让你尽快把合同准备好 我总这在说的是 哥 你现在把你的全部都堵上了 你这么做值得吗 值啊 这个就是那 好 谢谢 不客气 不好意思 孙总 我又来打扰你 你喝口水 对了 小警官 我记着 我把我该说的 我知道的 我都说了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另外 现在我是一个 合法的 自由的公民 我明白 自由这两个字 其实不管对谁来说 都很重要 但是要得到真正的自由 有些自己做过的事情 还是自己要面对一下 明明把小警官说的是啥意思 自由 对你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案子不破 真正的自由 永远不会属于你 那你想问啥 看我知不知道啊 那你想问啥 看我知不知道啊 洪远有一点二亿的假账亏空 这事儿 知道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当年 南海股票并购案 旭峰可是把你当作害赵国海的人 旭峰把这些 也写在他日记里了 我知道不是你 那你有答案还问我个人吗 宋先生 你刚才一直说你年纪大了 当爷爷了吧 我的粉纪 痛 呀 你腰棒 你腰棒 我按你起屁股吧 我明白 你现在正好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所以自由两个字 对你来说比别人更加的重要 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明白这一点 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说的话 还是一句话 自由 这两个字永远不属于你 永远 好 好 小警官 你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 那就从 你入狱前 说 满满 满满 这叫什么呀 洗溜 这个呢 洗溜 够一够够一够 才能够着呢 终身体员 大哥 真是大哥 这人啊 不服劳不行 你爸再怎么走 也是会变的 关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就好好地在家陪陪我 知道了吗 阿姨 老宋 外婆 她有事呢 该出发了 关键跟她玩了 不忘了 要外婆 外婆抱抱 住住了啊 哎 喂 你看姐 老宋 今天可是咱们小孙女的生日 哦 可不是 你马上早点回来 咱们家好久都没有热闹热闹了 哎 怎么徐峰和陈欣也不来看我 叫上她们吧 人多了才热闹呢 是吧 好 再见 外婆再见 跟外公说再见 再见 亲亲外姑 嗯 嗯 要上班班去了 我能吹 好 我能吹 再见 再见跟外公说再见 这边 妈妈 再见 姐姐 姐姐 我马上就回来了啊 再见再见再见 好嘞 我们回家家吃果果去了 好吗 好 回家家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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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 谢谢观看